您好观众朋友 欢迎收看焦点访谈 中缅边境地理位置特殊 治安形势复杂 这些都给边境管控带来了难度 前不久在地处偏远的云南怒江边境 我公安边防警察发现 有人企图越境购买运输 大批攻击力强 杀伤力大的军用强制 这引起了他们的高度警惕 片马是云南怒江州的一个边境小镇 我所出的这个院子呢 是当地流动人口比较集中的一个地方 今年五月份 我身后的这个郑红照的所 来了几个外来人口 他们的行为呢 引起了当地公安边防人员的注意 这几个人不像其他的生意人 放着旅馆里宽敞明亮的房间不住 却专门挑了角落里的两个房间住了下来 不仅如此 明明是一起登记住宿的 但是在公共场所出现时 这伙人却都装着互相不认识 明显的在闭人耳目 天马镇有个省级边境图案 对面就是缅甸的某特区 到边境上来不谈生意 有专门接触那些有不良记录的人 这其中肯定有什么蹊跷 公安边防人员迅速派出了侦察员 混入了他们频繁接触的人当中 很快摸到了这伙人 有一个惊人的计划 从境外买枪 而且有多少要多少 这个重要的情况很快引起了 云南公安边旁总队的高度重视 情报上级批准 他们和云南省公安厅成立了专案小组 抽调精兵强将 把这几个声称买枪的人 进行了严密的监控 因为这个旅馆 宾馆 还有这些小摊铺 就是小食店 还有那个鞋子 这些地方还包括那个房顶 房顶上面那个 上楼上楼都是我们的房顶 把所有的地方都有正常用 把这些都复控好了 很快 公安边防警察又发现了新的情况 结果发现他们带了大量的资金 将近在四十万左右 传到银行里面 这些人带了那么大的资金 要来买枪 我们当时估计一定要 马上开始行动了 他们 离片马镇不远 就是边境线 这里的边境 没有什么人工 或者天然的屏障 这里就是片马的一段边境线 我身后的不远处的小镇 是一个叫大田坝的境外小镇 那么脚下的这个河流呢 就是中缅两国的戒河 我们可以看到很多小路通往这里 越过河流呢 也不是什么难事 所以呢 这里的边境的管控 是非常困难的 没过多久 这些人带了